《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有很多精彩的花絮,网友,画面感十足。 还记得《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吗?》该剧根据赵钱钱同名小说改变。 讲述了腐黑傲娇的江晨和元气少女陈晓溪。 从上学期间到工作期间共同成长,从青梅竹马到错诗后再次牵手的爱情故事。 这部剧也是让观众足足等了两个月的青春剧。 这部剧依靠预告片就迅速地圈粉,填到爆炸收视率也是可想而知。 虽然剧中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也是有很多精彩的花絮的。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腐黑傲娇的江晨女元气少女陈晓溪的精彩花絮。 胡一天和沈月在拍戏的时候,胡一天羞涩十分紧张导致拍戏的时候放不开。 于是导演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房间里放了一段一剪眉让他们俩互相干舞。 剧中还有一个精彩画面就是有一段是五个主角在一起奔跑的戏份,但是由于女主角沈月的身材比较娇小,导致摄像机不能将她带入画面中。 陈晓溪为了塑造住至单纯的小美好中憨太可居的形象,沈月也是增肥了十几斤,力求达到高中生婴儿肥可爱萌萌哒的形象。 这几个精彩的花絮是不是画面感十足呢?每个演员都为了呈现出好的作品,也是很拼啊。 在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江晨是由胡一天饰演的,在剧中江晨上演傲娇腹黑的学霸,从校园时就与陈晓溪示意对欢喜冤假,其实在剧中江晨一直都是对陈晓溪有感情的,但是却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直到吴博松的出现。 让她渐渐地明白自己是有多么喜欢陈晓溪,但是也是经历了一些的坦克最后才牵手成功的。 陈晓溪是由沈月饰演,陈晓溪上演古灵精怪,性格乐观勇于表达自己的心理想法的一个人,在画画方面有一定的天赋。 从小学到大学期间,一直心里都喜欢着江晨,用过很多的方式向江晨表摆虽然一直被拒绝,但始终也没有放弃,一直选择默默陪在江晨身边。 有一个阳光少年,性格开朗看着外表丸是不公,实际上很专一的吴博松。 一直喜欢陈晓溪却爱于江晨的关系,一直也不敢表达。 陈晓溪与林静晓在剧中也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